龙珠抄,开篇前发生的八件大事,龙珠前转同样精彩 众所周知,龙珠动漫是通过描写九居奢山的小悟空开始的 虽然开头看似平淡,但是作者早已构造出了一个波澜壮阔的龙珠世界 现如今,龙珠的世界观已经十分庞大了,上至九年的太古世界,下至现在世界,每一个时代都曾经发生过惊天动地的大事件 本期节目我们来看一下龙珠开篇之前发生的八件大事,每一个世界都对龙珠正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神力41年,龙神萨拉玛创造超级龙珠 神力41年,可能是几亿年前的太古时代,因为龙神萨拉玛是和拳王同时代的神明 在这一年,龙神萨拉玛创造了超级龙珠,总共有七颗,每一颗都如同星球般大小 超级龙珠是到目前为止龙珠系列动漫中最强的龙珠,其内部的星星从任何角度看都不会发生改变 可以说,超级龙珠的出现极大提高了主角和反派们的外挂体验,解决了地球龙珠无法实现超乎神龙本身能力的愿望这个缺点 很久很久以前,比鲁鲁斯玩捉迷藏坑了所有的破坏神 作为多元宇宙最顶级的神明,拳王非常喜欢玩耍,一言不合就会举办各种活动 在很久很久以前,拳王还举办过一场宇宙范围内的捉迷藏 其他破坏神都在战战兢兢地陪着拳王玩耍,比鲁斯却趁机跑回 自己的星球睡了50年 拳王因为怎么也找不到比鲁鲁斯而大发雷霆 其他11位破坏神费了好大功夫才将拳王哄好 比鲁斯的这种举动直接惹恼了所有的破坏神 龙珠超全蓝比赛,其他的破坏神薪酬就恨意气酸,将所有矛头都指向了比鲁斯 7500万年之前 比鲁斯封印了老戒王神 每一个宇宙都有一个戒王神和破坏神 他们是负责维护所在宇宙秩序的最高的神明 7500万年之前 第七宇宙第15代之前的老戒王神和比鲁斯起了争执 比鲁斯一气之下直接将老戒王神封印到了戒王神剑里面 龙珠Z魔人不鲁篇章 孙木范在戒王神剑进行特训的时候弄断了戒王神剑 无意之间放出了老戒王神 后来,老戒王神为孙悟范开发出了所有潜力 让孙悟范达成了神秘悟范状态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 孙悟范也曾经拯救过地球 500万年以前 魔导师比比迪制造出了魔人不殴 魔人不殴是龙珠Z魔人不殴篇章的终极BOTS 是曾经将整个世界推向深渊的大魔王 500万年之前 魔导师比比迪制造了魔人不殴 噩梦开始了 魔人不殴仅仅用了几年的时间就摧毁了数百颗星球 随后吸收了大戒王神和南戒王神 杀害了北戒王神和西戒王神 后来,比比迪封印了魔人不殴 并将其带到了地球 注意,在鸟山民最新的设定中 魔人不殴成了太古之前就存在的生物 估计也已经存在近一年了 不管是哪一种设定 魔人不殴诞生时候的故事都发生在龙珠开篇之前 爱纪461年 武太斗封印比克大魔王 壮烈牺牲 武太斗是一代武学宗师 也是龟仙人和赫仙人的师父 曾经是地球上最强大的人类 爱纪461年 大约距离开篇300年 卡塔兹的孩子成为了地球的神仙 并分离出了邪恶之心 成了比克大魔王 武太斗使用魔封波将比克大魔王封印 但是自己也牺牲了 距离现在40年前 塞亚人入侵西里尔兴 再早些年间 塞亚人还在为弗利萨打工 跟随弗利萨军团东征西战 到处抢夺资源 占领星球 40年前 塞亚人入侵了西里尔兴 变身塞亚剧园之后的塞亚人破坏力十分惊人 大片城市变成废墟 西里尔人惨遭灭族 孙悟空的父亲巴达克也参与了这一次入侵 在破坏的过程中 巴达克救了乌奈特和格莱诺拉耶俩 这次入侵也引出了龙珠超生产者突入篇章 40年前的恩怨 让后13位最强战士再次兵刃相见 距离开篇9年前 孙悟空被流放到了地球 为弗利萨卖命的巴达克突然感觉到了死亡的气息 他预感弗利萨会对塞亚人一族动手 于是巴达克便将刚满三岁的儿子孙悟空送到了地球 在孙悟空前往地球的途中 被吉他行星被弗利萨毁灭 巴达克也牺牲了 距离开篇几年前 孙悟空才死了爷爷 塞亚人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民族 他们不仅好战 而且在月圆之夜还能变成巨猿 距离开篇几年前 小时候的孙悟空外出方便 忍不住看了月亮一眼 后来就找不到爷爷了 小悟空非常思念爷爷 但是却不知道爷爷是怎么死的 周围的小伙伴知道了这一事实 纷纷将看怪物一般看着孙悟空 总结 龙珠正史的剧情固然优秀 但是龙珠前传的故事同样精彩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孤孤动漫频道 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订阅我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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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